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少则半月多则21天的酒店隔离生活 如果吃不习惯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难受且难熬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利昂 我现在正在上海的某家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 这一集我就来谈一谈 我在这家酒店吃什么 以及都能吃什么 首先咱们来看看吃什么 正餐一般是两婚两素 都由服务人员按规定时间送来 这道水煮豌豆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馈赠 新鲜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就能熬煮成甜美的口感 旁边还隐藏着来自田野的极品美味 和肥腻的肉类脂肪搭配 形成了美妙的平衡 成就了这一道道经典的家常菜 当你将其放入嘴里 那种丝丝入扣的口感 久久回味在你的舌尖 新鲜的食材保质期仅有一天 这种极致的体验 我可以享受足足14天 食奶荣幸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 酒店餐饮是统一配送的定量盒饭 一日餐餐早餐送到一般是在7点半到8点半期间 早餐包含面食主餐 一般是一个馒头或包子 还包含其他类型的补充性主餐 如土豆 山药 玉米等 外加一个蛋 一碗中 点睛之笔 是每餐必送一道见面大礼 茯苓榨菜 这个酒店慷慨的令人神往 午餐送餐 一般都在11点半到12点半期间 就像刚刚介绍的一样 都是两荤两素的定时盒饭 饭菜滋味在这里点个赞 荤菜一般有大虾 鸡腿 四喜 哦不 二喜丸子 以及红烧肉 这可是个硬菜 不止这些 这么多天的盒饭 几乎不带虫样的 素菜也很入味 线菜 冬瓜 豆芽 豌豆 以及豆制品 也是种类繁多 变着花样 饭菜咸淡来讲 以我个人喜咸的口味 也算是稍稍偏咸一些 如果十分最咸 我大概能给打个6.5分吧 可能连续那么多天 吃太清淡的饮食 会让人抓狂 感觉这个咸 倒是吓得挺合我的胃口 饭菜滋味感 也就会更强一些 外加一杯酸奶搭配 这顿午饭 以一个男人的食量来说 还算是满满当当 晚餐和午餐 是几乎一样的规格 只是酸奶换成了水果 一般都是香蕉 或者桃子 不过 给了我一个桃子 但是我对桃子过敏 这桃子我还吃不了 没办法 这一天的餐费是100块人民币 14天加起来一共1400块 入住酒店先交钱 支付宝微信现金都可以 你可以整套价格先付清 也可以每天下午4点前 订第二天的 与其没交钱的 默认第二天不需要订餐 酒店隔离人员都很辛苦 我的原则就是尽量 不给人家添麻烦 我这样缺了一顿 都要死要活的人 也懒得天天去考虑这些 就全一气都交了钱 说到这里 肯定有人会问 那我可以点外卖吃吗 那么第二 我们就来谈一谈 我都能吃什么 估计到现在 你也听出来了 这家酒店 点外卖是不可以的 我也询问了 正在上海隔离的其他朋友 或者是网上看了一些资料 绝大多数上海酒店 都不能点外卖 个别酒店 可以接受包装好的食物快递 不过以我的食量和口味来讲 酒店餐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与此同时 酒店也提供了些许方便给我们 这份酒店发的小商品清单 有咖啡 奶 快乐水 饼干 薯片 等各种饮料及零食 甚至还有老干妈 已经算是贴心了 就是价格比市面上 肯定还是要贵一些 这些天我还真试验了一下 送下一餐食 一并连同这些点好的零食 都给你送来了 还是相当方便的 再搭配每天都会送来几瓶饮用水 这小日子过的也算滋润 还有一个大家都会关心的 就是每日生产的垃圾如何处理 大家都知道 上海是分干垃圾湿垃圾的 如果不太懂 是不是连扔垃圾都不会了呢 为此我专门看了看酒店下发的隔离告知书 上面说所有垃圾均扔入酒店 每天都会提供的生活垃圾袋里 打结扎紧带口 每天三个时段放在房门之外 之后则由负责人员消毒后清理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 住客要进行垃圾分类 但是我每次扔垃圾 都还是会提前把厨余和其他垃圾分开 装进两个袋子里边 再放到房门之外 我很感恩这座城市 留我隔离 为我服务 我也算是为我留下足迹的这座城市 默默的做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吧 对了 最后补充一点 酒店明令禁止饮酒 避免影响体温变化 爱喝酒的小伙伴要忍一忍了 当然所有酒店禁止吸烟 防止火患 好了 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日三餐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 各位拜拜 这是专门给上海做的吗 干湿分离包 干垃圾湿垃圾 不错 等等 就当我苦行僧一般的隔离生活 就要期满的时候 在另一个酒店隔离的朋友 发给了我他的隔离生活 而我的感受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